好啦 我們現在決定要去一個地方吃冰 那個冰店 我們要去吃冰 超好吃的 對 我們要吃榴蓮冰 榴蓮冰 我不喜歡吃 我也討厭 我也討厭 好 那重點是 因為我們有五個人 對啊 車坐不下 對 車坐不下 所以我要去體驗 計程摩托車 計程摩托車 應該是很好玩 哈囉 呃 我要那個高度的試用 背景的試用 封來 摩托車 摩托車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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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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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跟這位帥老兄 誒 馬上戴起那個頭套 超酷的 其實就是坐摩托的感覺 你知道就是來體驗一下 好 現在要付錢了 謝謝 謝謝 你看 我是不是招財貓 呃 I don't know 因為我只是跟朋友 我跟朋友 對 好的 那現在啊 我非常的開心 我非常開心 我非常開心就是 因為剛剛這位先生啊 就是來問我 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 我一直以為他是司機大哥 但是他是 Tourist Information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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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人家在大街上購物 在大街上購物 在大街上購物 是好購物 對 這裡 這裡 這裡是貴重的 OK 我知道 因為有超市場 對 你去那裡 那裡 是好看 哦 to the river yeah beautiful OK OK 哇 Thank you so much Welcome 哇 我真的 真的 第一次來 我就愛上了泰國 太誇張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 Tourist Information 這個職位啊 非常的棒 因為他可以發現我是外國人嘛 然後很像在找路 那他就是很主動的來問我 需不需要幫忙 那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我也很喜歡聊天 所以我就很 我就跟他聊 那剛剛就是 結束之後 因為 我那群朋友啊 他太晚搭到車了 所以他叫我先去吃冰 吃冰的地方探路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地方 所以我剛才去問了他 他又跟我很輕的講說 過這個 過這個 這是哪裡 過這個捷運站 然後去對面的那個mall 然後再go down 然後就可以找到 一樓 所以啊 我現在就要前往那個地方 突然找不到那一家 來問問看 後面那些女同學應該知道 好啦 我有私心想要問他們一下 好啦 問到了 他們好可愛 哈哈 完全就是私心 而且 那個 學生的那個英文好好喔 就是他會跟你講 就是譬如說 很精準的就是 你只走 然後看了什麼左轉 然後他就會在你的右邊 啊 nice 然後就在 後面這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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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軟硬 這個比較狀態 那個比較狀態 冰沙的味道更強 好不好 快把吸管拿走 冰沙的味道更強 快 我沒辦法 吃哪個新的啦 買吃喝這種就好了 欸我真的 這是我第一次吃榴槤 你要嘗試嗎 趕快你愛上他我剛好 你要把你最真實的表情表現出來了 好 真的超好吃的 你會愛上他 喔 喔 細細品嘗 說一下口感 接受他 有感想 受感想 打破他 有感想 講真的嗎 我在吃屁味 什麼屁味啊 屁味 但是是 口感是濃的好吃 不過我真的很不喜歡 榴槤的味道 屁味加這個 那個 那個糯米 還蠻好吃的欸 真的假的 你喝一口這個 不要 不要 快點 你在喝屁吧 水屁 不會 是水屁 怎麼會 我就不懂 為什麼有人喜歡吃這個 很好吃 而且還是一個 要不要讓人的女生 為什麼他喜歡吃屁味 水屁 不懂 他冰的榴槤出體驗 所以他吃的是水屁 成功 成功嗎 沒有 口感是好吃 但是 他就水屁比較好吃 吃